嗨,亲爱的小伙伴们,又到了小豆豆说电影的时间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香港动作片《燃烧的夏之龙虎豆》 两个主人公夏天和秋药原本是从小穿一条开裆裤的好兄弟 他们和卓米一起在以一个名为广生堂的帮派长大 可他们现在却要脱离帮派,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脱离帮派的过程又经历什么样的曲折? 好兄弟最后为何反目成仇,我们一起往下看看吧 电影的一开始,夏天和林拳在一起打拳击 原来夏天是要通过帮助广生堂老大迪洪完成一个项目来脱离广生堂 此时秋药在和他的宁友一场翻语覆语之后 回忆起了苟伤的来历以及仇恨迪洪的原因 原来是秋药的父亲背叛了广生堂 他为了救父亲一个人冲向了长毛荣的地盘开始了一场恶战 虽然他不占优势被打得够呛,仍解决了长毛荣 可迪洪却用一百块钱打发了他 从此秋药对迪洪彻底死心 在拳击训练场,林拳作为李先生的亲信也做出承诺 一旦夏天完成手头的项目,他就可以为李先生办事 第二天,夏天和秋药去找部长谈合作 在秋药等夏天的过程当中决发病了 原来秋药在被狗咬伤之后,情绪就一直有问题 所以,江湖人上都称他为疯狗 合作谈好,事情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秋药不愿相信李洪能说话算术,希望用武力解决 可夏天为江湖道义不同意 当天晚上,夏天和秋药去找李洪谈判 李洪近夏天生意谈得很成功,谈性不足 便让夏天将DP的价格再抬高一颖 夏天提出条件,若完成案子,备方自己和秋药脱离广生堂 李洪答应了 镜头一转,夏天带着着明秋药带着李洪来到华叔的大排档吃饭 原来在夏天和秋药还是个小人物的时候 为了帮助老乡华叔,两个人干掉了华人采一群人 于是一名惊人,在香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在着明和李洪聊天时,他们看到秋药看着明的眼神充满了情谊 他竟然一直都爱着好兄弟的女人 此时,李洪的前男友来找他,希望恢复关系 他的前男友是警察,现男友是古惑仔 则我标准真是180度大转弯啊 吃完饭,秋药送丽莎回家 看到丽莎的弟弟鬼鬼祟祟 原来他欠了低红二字,敌俊二十万 想跑路,秋药答应帮他还钱 但是将他打了一顿 夏天和卓米回到家,卓米说出自己的想法 希望夏天不要再和秋药有任何瓜葛 可夏天不同意 秋药回到自己家,打起了沙袋 就在这时,他发病了 和他只有一颗药 于是,他骑的摩托车来到了女友的家 两人又是一阵,你浓我浓 还洗起了鸳鸯浴,场面让人脸红 夏天与林全见面谈项目的时候 林全想通过西子和青蛙的故事 暗示夏天和秋药分道扬镳 夏天和秋药拿着签好的文件 找迪红兑现单,当时的承诺 虽然迪红嘴上兑现了诺言 但当天晚上,迪俊仍然安排下手 偷袭夏天和秋药 秋药的父亲竟然也帮助迪俊对秋药下药 幸好秋药早有准备,三辰两脚就解决了对手 夏天这时,也解决了迪俊的跟班 并抓走了迪俊 耳头上,丽莎和卓米正准备逃走 不料被丽莎的弟弟出卖 丽莎想通过自己的小生板挡一阵打手 而让卓米逃走 结果,麦人一把将他提起 活活地掐死,并扔进大海 卓米被抓 不得不说,丽莎比卓米讲义气多了 迪红的确不是良人 以瞒丽莎欲死的事实 想通过卓米换迪俊和夏天 与秋药其中一人的谜 夏天和秋药陷入了两难 讨论其推测 迪俊在一旁煽风点火 对秋药百般挑衅 秋药任无可忍 决定利用迪俊来解决迪红 迪俊担心自己的爸爸有危险 便企图自杀 秋药阻止 迪俊推开秋药 顺势跳下了楼 看来痞子迪俊还是个孝子呢 第二天 秋药打电话给迪红说 已经杀了夏天 并约好了人质交换地点 当天 秋药带着阿虫扮演的贾迪俊 进了仓库 夏天在仓库外 解决迪红下手 两人理应漫合 仓库内 迪红让秋药交出自己的儿子 秋药让迪红带来自己的女友 双方谈不拢 便交上了货 贾迪俊捅上了迪红 屁股中枪 秋药腹部中弹 难度并不影响 他解决迪红的随从 蔓延被捅了实体刀 继续心又暴力 而后 仓库外的打手 也被夏天解决完毕 秋药追上了迪红 两人一阵撕打 可迪红哪里是秋药的对手 自知走投无路 说出丽莎已经死的真相 激怒了秋药 秋药愤怒之下 将迪红用拳头活活打死 死相惨烈 之后秋药并发 卓明受到夏天死去的打击 对秋药恶语相向 不听秋药的解释 导致秋药病情加重 情趣失控的秋药污染了卓明 原来 丽莎的弟弟因为被打怀恨在心 便把他的药都换成了春药 完事以后 夏天找到了卓明 开着精神为敏的卓明 两人抱在一起 卓明呼喊着秋药的名字 夏天明白了一切 这时 秋药离开仓库 并听到了夏天的声嘶力竭 他跑开了 以红一死 旁口群龙无首 夏天和秋药是最佳人选 再加上之前卓明一事 于是夏天和秋药选择在天台决动 秋药心道 便为夏天选择了刀刃 夏天充满了怒火 而秋药则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并且语言充满了挑衅 这让夏天更是生气 于是 双方短眉相接 可能是用刀写不出他们的英雄气概 所以改用拳头 双方就这样 你踢我踹 你打我挡 你扛我摔 场面异常激烈 扭打中 夏天踢到了秋药的伤口 秋药故意用啄柄自己下贴 就在夏天将要刺中秋药的时候 秋药伸开了双臂 自然夏天及时收手 秋药还是抓住刀 从那之后 他做起了致力于狂告证的慈善 养大了卓米和秋药的儿子 夏天和秋药的友情让人羡慕 虽然夏天不止一次被劝说离开秋药 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 而视为知己者死 就像秋药死前对夏天说的话 最懂我的人只有你 他最后也通过自我牺牲成全了夏天 希望各位小伙伴 也能找到那个懂你的夏天 好了 小伙伴们 今天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